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纷纷都在家里 Ware from home 其实远去工作如果未来越来越盛行的话 我们的居住地点也相对比较不受限 也不一定一定要选择住在城市里面,对吧 其实这件事情呢,在不同的国家已经慢慢在进行了 今天就让歐瑪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这次疫情呢,不仅孤露了人口高密度的风险 同时也加速了远去工作的发展 那我相信在疫情之后呢 会有部分的人他会想要移往比较郊区的地方 去那边寻找自己梦想中的家园 因为在那边呢,除了整个生活环境跟房子都比较宽敞之外 另外呢,消费水平也相对比较低廉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搬往他们负担得起的州 疫情后许多企业更具流动性 而寻找最佳的省钱去处 比如说特斯拉公司已经将公司大本营搬到德州 甲骨文还有惠普公司也相继搬到德州 近期带起了新一波的逃离加州浪潮 在德国疫情封城期间 对于居住在大城市没有花园或阳台的住民而言 对于是有孩子的家庭来说 这种折磨变得雪上加霜 因此在逐渐适应远端工作后 许多人也开始考虑抛弃简陋的城市居所 换取相对豪华的乡村住宅 像是在巴伐利亚州 能看到阿尔卑斯山的房产也引起不少购物者的兴趣 在日本掀起一股托东京浪潮 也就是搬离东京的意思 原来东京有1400万人口 地下人愁生活原本就大不易 不过现在可以远距工作 也让越来越多的青壮族群选择搬到乡下 东京中边的地方政府也提供奖励优惠 吸引高科技企业进驻 而在澳洲许多本来住在雪梨及黄金海岸 在内的大都市地区的居民 也开始询问乡镇中心的房子 很多人因为这次疫情想要脱离大社区 当地的城市规划室表示 政府需要投资乡镇地区 充分利用大流行之后的已居趋势 就乡镇地区的经济而言 最好的结果是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搬过来 这样一来因为年轻家庭还需要买房 实际上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司机 搬移乡村我相信是后疫情时代一个很大的趋势 而且我相信台湾也会跟上这波风潮 因为远居工作真的打破了很多过去我们对于居住上面的限制 而且你们发现近期呢台湾真的出很多类似这种就是自记自荐的书籍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阵子对于房地产上面的观察 今天就分享给各位咯 那影片今天就到这边咯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